新加坡民主党表示 所有政府机构都是无党派的 都会同任何当选五级八都区的议员一起工作 人民行动党准候选人穆仁李星期天表示 如果他当选 他将为五级八都选区展开190万元的翻新计划 由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戴玛亚签发的声明指出 所有翻新计划都由市区重建局策划 而人民行动党准参选人当选之后 就会推出主要的翻新计划 这样的说法是不道德的 声明强调 一旦民主党准参选人徐顺权博士当选 他将致力于同市区重建局合作 确保五级八都总蓝图草汉 剩下来的计划都一一落实 民主党掌管的市政理事会 也将确保居家改进计划全面推出 而且民主党认为 满足居民的迫切需求 如医疗保健和老年保健尤为重要 仓促展开各类计划 只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 用键便 glue